11月26日 有台媒报道称 曹哥与妻子吴素林结束婚姻关系 以和平分手 曹哥与吴素林对外发布了一则声明公开回应 并表示在14年的婚姻关系里 他们经历了很多美好时光 但后来双方没有了共同目标 彼此也没法理解 对于这段婚姻 他们努力过 但最终仍然选择结束亲密关系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让大家再次和平相处 关于两个小朋友 曹哥与吴素林决定共同抚养 只为让孩子健康自在成长 也希望外界给他们足够的隐私与空间 离婚消息曝光后 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人都说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没什么好惊讶的 毕竟曹哥早前做了很多荒唐事 也有网友觉得可惜 因为两人一起度过了14年的时间 共同经历不少风雨 据了解 曹哥与吴素林在2008年结婚 并在婚后生下了一子一女 本来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幸福 可惜 曹哥因为情绪原因患上躁愈症 老实情绪崩溃 而且经常喝酒 有时候发起酒疯来六亲不认 偶尔还会在社交平台上无差别攻击别人 早年 他们也面临过婚姻危机 但最后为了家庭和孩子还是和好了 前段时间 曹哥又一次因为醉酒言语攻击陌生人 还将这件事闹到公众眼前 并牵连吴素林 不知道这是不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按照目前的形式来看 两个孩子大部分时间会跟着妈妈生活 毕竟曹哥近期专心办演唱会 吴素林则在台湾带娃 不管如何 都希望曹哥与吴素林往后可以各自安好吧 也希望他们能见好做父母的责任 努力陪伴两个孩子长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